内蒙古自治区巴燕纳尔市地处核桃贯区,被外界誉为塞外粮仓,是中国重要农业区和商品粮基地。 目前这里正值春耕播种时期,近日在乌拉特前期的农田中,一台正在作业的播种机吸引了不少村民遣来围观。 这是一台通过应用北斗卫星定位系统进行科学精准播种的无人驾驶导航播种机。 据了解,这台播种机只需提前设定好线路和地块数据,便可自动进行作业。 这种播种机适用于精密播种、土地整理等作业,每千米播种作业偏差不超过两厘米,保证机组作业不重不漏操作方便,每天可完成100亩的播种工作量。 它有利于水肥的充分利用。通过采用这种方式,可以使我们的土地利用率提高10%,增产达到15%以上。 记者了解到,此次乌拉特前期供引进12台无人驾驶导航播种机,预计完成播种任务2万亩。 当地计划进一步加强农企合作,依托智能定位导航系统和大型农机具,全面提升机械化、智能化、产业化水平,提高智能机械作业的精准度和覆盖率,从而逐步实现从种到收的智能高效种植及托管服务。 我们大学台工地高,地片大,农民家家家户户户,工地让物种,播种的时候种子撒得不及长,养小做不长长,现在养将这个无人驾驶播种技术,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一方面提升播种资料,两方面也是发了劳动量。 下一步我们计划在确证推高这个技术,从而降一步降低耸耗,提高农民手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